首先呢请大家先来跟我读这单词 follow me 第一个未来前途 future future 下一个即逝 fair fair 算命的人 fortune teller fortune teller 水晶crystal crystal 金属relation relation 不耐烦地 impatiently impatiently 好 我们接下来呢来详细的看下这些单词 首先看第一个未来 future 说到这个未来呢 我们经常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 会加上一个介词短语表示在未来 在未来呢可以说in the future 这个未来呢 又分远近 对吧 所以可以说in the near future 在这里是指比较近一些的未来 不久的将来 也可以说in the distant future 在很远的未来 那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经常使用的就是直接说in the future 表示在未来在将来 我们之前在37课当中还学过一个词组 叫做盼望 所以如果想说盼望未来呢 可以说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盼望期望着未来 好 这个是future 再接下来下面这个单词fair 注意这个单词啊 fair这个单词呢 它可以表示小型的即逝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这篇文章当中讲的是什么呢 哎就是这个人在一个小集市上 碰到了一个算命的人 然后紧接着他让对方给他算命 然后对方就说 一会有人会来找你呀 会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人来跟你打招呼啊 等等等等 是吧 他本来不是很相信 结果一出了帐篷 哎果然应验了 是吧 咱们到点来看 那在这里呢 这个成证上的一个小集市 就叫做这个fair 这个fair这个词呢 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词非常常用 就是它可以作为形容词表出公平的 经常我们在美剧和英剧当中看到 两个人在说话打招呼 是吧 然后呢 他说了一个主意之后 哎问他 你觉得这个这个怎么样啊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啊 他说不错 这个很公平 或者说这个想法挺好的 哎这个时候就可以叫做fair enough 对吧 比如说说我们俩出去吃饭 出去吃饭呢 哎各出各的钱 是吧 或者你吃的多多出点 是吧 他说哎 这个主意挺公平的 这个叫做fair enough 足够公平 fair enough 好 接着看下面这个单词 算命的人 fortune teller 这个teller呢 大家注意一下 tell表示告诉 那teller就是告诉你的人 那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的是这个fortune fortune这个词可以作为名词 表示运气 或者是命运 那告诉你运气的人 告诉你命运的人 不就是算命的吗 所以这个fortune teller 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看下一个单词 crystal crystal表示水晶 本篇文章里这个神婆 他是拿了一个水晶球 来给他算的 水晶球呢 就是a crystal ball b-a-l-l crystal ball 我们加上球就可以了 relation表示亲属 注意表示亲属 我们之前在39课当中 还学会另外一个词 就是relative 读音跟他不一样 但是写法差不多 前面都是r-e-l-a-t-i 只有最后两个字母不一样 最后两个字母 把我们这个relation的on 换成ve 就变成了relative 表示亲属 所以这里是on结尾的relation 换成ve之后 变成relative 亲属 两个词的意思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最后一个词 impatiently表示不耐烦地 大家记彼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英语当中被单词呢 建议大家成串来背 是吧 一个系列一个系列来背 比如说这个 impatiently 大家会发现 这个单词呢 是一个典型的 有前缀和后缀的单词 前面这个im im开头的 是一个否定前缀 它通常要接在呢 以p开头 或者是以m开头 这个形容词的前面 表示否定 在这里不正好 是以p开头吗 所以变成否定 变成impatient 然后最后这个ly结尾呢 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副词 所以前面是否定前缀 后面ly呢 是一个副词的结尾词罪 所以咱们把这个副词先去掉 就可以变成了这个形容词 impatient 表示没有耐心的 不耐烦的 副词变形容词 然后呢 如果再把前面这个否定前缀去掉 那这个patient 就变成了形容词 表示耐心的 除了它作为形容词 表示有耐心的之外呢 它还可以作为名词 表示患者 病人 这个我们在39K也见过 对吧 好 那大家看一下这一系列的变化 别忘了啊 ly 副词的后缀 im im 否定的前缀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组合 比如说就可以这样组合 我不加后缀 只加 我不加前缀 只加后缀 就可以把这个patient 变成它对应的副词 patiently 就变成了有耐心的 可以了吧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前面这个后面这个 都可以灵活的组合 关键看你想要否定的含义 还是想要副词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篇课文的生词 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课文 我稍后来给大家集中的讲解 Lesson 60 The Future At a village fair I decided to visit a fortune teller called Madam Berlinski I went into her tent And she told me to sit down After I had given her some money She looked into a crystal ball And said A relation of yours Is coming to see you She will be arriving this evening And intends to stay For a few days The moment you leave this tent You will get a big surprise A woman you know well Will rush towards you She will speak to you And then she will lead you away From this place That is all A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I forgot all about Madam Berlinski Because my wife Hurried towards me Where have you been hiding She asked impatiently Your sister will be here In less than an hour And we must be at the station To meet her We are late already As she walked away I followed her Out of the fair In less than an hour 首先看第一句话 At a village fair I decided to visit a fortune teller Called Madam Berlinski 在一个这个 这个乡村的集市上 我决定去拜访一个算命的 这个算命的呢 叫做Madam Berlinski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A village fair Village表示这个乡村 村庄 是吧 Fair表示集市 那合在一起呢 乡村的集市 这个就是名词修饰 名词的形式 这种名词修饰 名词的形式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在53课当中触电的蛇 那个当中给大家简单的说过 比如说什么呢 你像烟头 Secret end 这个就是名词修饰名词的形式 对吧 这种名词修饰名词的形式 还非常非常的多见 比如说这个乡村的集市 还有什么呢 你像这个school bus 校车 学校的车 对吧 还有呢 Birthday present 生日礼物 再比如说 A door key 一个门的钥匙 A crystal ball 一个水晶球 这是本篇科文的词组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其实除了形容词 可以修饰名词之外 名词也可以修饰名词 所以大家看 这些都是名词修饰名词的搭配 这个名词修饰名词之后 怎么变幅书呢 我上次在53课 也简单的说过一嘴 大家注意 名词修饰名词 通常后变 前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会发现 名词修饰了名词 后面这个名词 才是主要的核心内容 比如说 这个乡村的集市 到底说的是乡村还是集市啊 说的是集市 乡村自然修饰它的 所以如果变幅书的话呢 就应该变成village fairs 再比如说school bus 校车 对吧 哎那个校车 重点说的是什么啊 车 后变 前不变 但是有例外 还记得我讲过吗 什么时候例外呢 就是表示男女的时候就都变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是个女老师 a woman teacher 这个时候如果变成 很多个女老师呢 就变成women teachers 所以前后都变 遇到男女都变啊 这是关于这个 简单了解 那接着往下看 我去了这个集市 要去拜访这样一个算命的 什么算命呢 called madam blinsky 同志们 这个讲过吧 最早在21课讲的 这个done 过去分词 可以修饰名词 表示被动 被叫做madam blinsky的 这个算命的人 这个21课讲完之后呢 后来我又在55课当中 给大家进行了一下 复习和深入 复习深入什么呢 就是大家要记住 这个done 它是一个非位语动词 非位语动词呢 就是当这个句子 一主一位搭配好之后 多余动词变成非位语 对吧 那这里呢 很明显 它就做非位语 那非位语当表什么呢 表示被动 就近修饰 修饰前面这个名词 对吧 所以大家发现 你看都是我们学过的吧 所以去了这个乡村集市 在我给了她一些钱之后呢 她就这个 往一个水晶球的里面看 look into 像什么什么里面看 a crisp ball 水晶球对吧 她往这个水晶球里看 然后开始说话了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个小点 时刻保持着这个 高度的这个警惕和复习的心情 是吧 多复习一遍 咱们就多记住一遍 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前后两个动作 一个是给钱 一个是她往水晶球里看 大家能不能分清楚前后呢 有的时候可以啊 有一个关键的词after 一看到它我就知道了 这个表现什么之后 其实不用after 大家看时代也能分得出来 讲过吧 最早在第十课 第七课第九课都讲过 had given 过去完成时 表示发生在过去的之前 而looked 一般过去时 就表示发生在过去 所以很明显 过去完成时 发生在前 一般过去时 发生在后 所以是我先给钱的 然后她才往水晶球里看的 好 接着往下看下一句话 她这个看向水晶球之后呢 就开始跟我说了 是吧 开始预言了 预言什么呢 a relation of yours is coming to see you 在这里大家注意前一半 a relation 亲戚 of yours 注意这个yours 什么意思呢 它就等于your relations 也就是说 你的一个亲戚 属于你的很多个亲戚当中的一个 是吧 这一个亲戚怎么样呢 is coming to see you is coming 注意这个结构啊 这个呢 是我们在第二课当中见过的 现在进行时的结构 表示什么呢 你的一个亲属现在正在来 那到了吗 还没到呢 就是表示将要来 来干嘛呢 to do 飞飞于动词表示目的 目的要来看你 对吧 所以在这里大家注意 这个就是现在进行时 表示将来 而且通常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通常它表示的是 确定要发生的将来 因为它正在走在路上了 那不就肯定要来了吗 对吧 所以现在进行时 可以表示将来 好 那再接着往下说 你的一个亲戚要来看你 she will be arriving this evening and intend to stay for a few days she will be arriving this evening 大家看这个结构 will be arriving 一个箭头 引到第13课去 13课讲什么呢 讲这个男孩们来开演唱会 是吧 这个will be arriving 当时就在13课上给大家讲过的 形式上来讲呢 它是将来进行时 表示将来某个时候 正在进行的事 对吧 这是它的基本用法 它的特殊用法是什么呢 可以表示确定要发生的将来 对吧 因为你想啊 它现在这个正在路上了 那它是不是确定 肯定会到这啊 所以这里是确定的将来 因此呢 就用将来进行时 she will be arriving this evening 然后呢 and intend to stay for a few days 然后打算在这待几个星期 好 那大家注意这个 intent to do intent to do呢 这个是我们在36课当中学过的词组 表示打算做某事 那大家想 打算做某事 既然都说打算了 那肯定是之后将要发生的吧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词组也可以表示将来 你别看它用的是一般现在式 但是呢 它意思上是将来的 对不对 打算做不就是将要做吗 所以在这里大家通过这两句话 会发现 这两句话当中 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 第二课讲的 will be arriving 将来进行时 第13课讲的 还有intent to do 这个词组是36课讲的 所以大家发现 这些合在一起 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不同的表示将来的方式 对吧 好 那再接着往下看 the moment you leave this hand you will get a surprise get a surprise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得到一个惊吓 当然也可以翻译成得到一个惊喜 对吧 到底是惊吓还是惊喜 那得取决于上下文 而且呢 这里还不是一个小的 还是什么呢 get a big surprise 是吧 得到一个很大的惊吓惊喜 好 那再看前一半 the moment you leave this hand 首先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 the moment the moment本来是一个名词词组 是吧 the moment 但是呢 大家注意 在这里它比较特殊 它表示的是什么什么的 那一刻 所以这个名词词组呢 它是相当于一个连词来用 后面接了一个从句 引出时间状语从句 所以大家注意啊 the moment 后面接上一个句子 表示时间 表示在什么什么那一刻 引出的是时间状语从句 这种用法呢 其实还很多见 比如说说到每一次怎么怎么样 every time 后面也给这样一个句子 引出时间状语从句 对吧 所以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它引出的时间状语从句 那我同学老师 这个时间状语从句 为啥用的是leave 动词原型呢 那你说不是说将来 要出现的事吗 你看人家后边节 都用的是will get 那这半节 为什么不用will leave呢 大家回想一下为什么呀 这事我们也讲过 就是36课说的 时间状语从句当中 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想表示将来 不能用将来 得怎么办呢 时间状语从句当中 得用一般现在式表示将来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这个36课当中 给大家讲的 好了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啊 在这里 the moment 什么什么那一刻 这是个时间状语从句 时间状语从句当中 不能用将来表示将来 得用一般现在式leave 动词原型不就一般现在式吗 对吧 来表示将来 那我同学老师后半节 为什么不改呢 因为人家后半节是主句呀 咱们只要求时间状语从句改 所以主句是正常用的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啊 好了 那在这里呢 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 同学们来深情的考验 像这种特殊的需要改变时态的情况 其实并不多 大家只需要记住两种就可以了 哪两种呢 一个就是条件状语从句当中 if 16可讲的 第二个呢 就是时间状语从句中 时间和条件 这两种状语从句中 需要用一般现在式表示将来 不能用将来 其他的 其他的从句 其他的这个状语从句都一样 正常该怎么用怎么用 就只有时间和条件状语从句中 得换 得换成一般现在式 好 那接着说回来 在这句话当中的使用的是 the moment 引出时间状语从句 对吧 但是呢 不一定非得要用它 任何的时间状语从句 都得符合这个要求 比如说 不管你用before after 还是since until 还是as soon as 只要是表示时间的 引出时间状语从句的 那么都得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给大家强调 每遇到一次 我就说一次 是吧 然后会一遍一遍的莫及到大家记住为止 好了 所以我来提问一下 注意 哪两种状语从句需要改变时态 时间和条件 而且呢 得是表示将来的时候 才要换成一般现在式 其他情况下 表示过去呀 表示现在正常用 是吧 好 关于这个我们就说到这 所以你看吧 又来了一种方式 一般现在式可以表示将来 好的 来 你离开帐篷的一刻 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 是吧 Omen you know well will rush towards you 好了 大家注意看这句话 这句话呢 大家会发现 你仔细看一眼 你会发现 这个句子里不是一件事 而是两件事 我怎么知道是两件事呢 我教大家方法嘛 一件事当中 只能有一个位语动词 所以大家去数 看看这个句子当中 几个位语动词呢 俩呀 一个是no 一个是will rush 对吧 所以在这里大家看 一个是no 一个是will rush 很明显 是两个位语动词 所以肯定是两件事 那既然是两件事 就去断开吧 大家看 有没有什么连词啊 没有 有的时候连接词被省略了 断不开句子怎么办呢 想一想 我在38课当中 给大家在拓展环节当中补充过 想要断开句子 没有连接词了 这个时候可以靠分析主位来断开 当时呢 我给大家留了两个公式 一个叫主位主位 一个叫主主位位 还记得吧 那大家看这个 这个是哪种呢 那很明显呢 找到位语动词前面不是主语吗 no的前面是you 那will rush呢 前面没有 再往前找呢 找到了woman 所以很明显 这个句子属于哪种呢 属于主主位位形式的这个结构 那大家回想一下 我在38课讲过 主位主位 后面那一段是从句 主主位位呢 中间的这一段是从句 这属于一大包一小的形式 所以呢 大家千万别忘了 给大家讲过内容啊 注意这两个公式 都是根据多年的这个语法研究 给大家总结的 主主位位 这种中间的是从句 那找到从句之后 有同学说什么从句啊 再教你们一招 woman 名词吧 名词后面加从句 中间没连接词的 那么这个一定100%是定语从句 你们老师 名词加从句 不还有可能是同语从句吗 对 46课是学过同语从句 但是同语从句的连接词不能省 所以肯定是定语从句 对对吧 所以记住了 名词加从句 没连接词的 肯定是定语从句 那定语从句可以往前翻译啊 翻译成什么什么样的女士 什么样的女士呢 you know well 就是你非常认识 非常熟的一个女士 将会冲向你 rush 冲 towards 表示朝着一个方向 对吧 还记得我被球砸了吗 在33里大家讲这个词 towards对吧 表示朝着某个方向 这个女的呢 你非常熟的一个女的会跑向你 好了 注意在这里 will rush 一般将来时 表示将来 然后她会干嘛呢 注意她是将会跑向你 那么她后面做的一系列动作 都是将来的事 所以呢 she will speak to you will speak and then she will lead you away from this place that is all 她将会跟你说话 她将会引导你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都是将来的事 用一般将来时 will do 好了 a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人家给我们预测完 算完命了是吧 我就走出去了 a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我一走出去 I forgot all about Madam Bulinsky 我把她说的这个事 都忘了是吧 because my wife harry towards me 因为我的妻子呢 向我冲过来 你看果然是熟人吧 我的妻子是吧 好 那在这里呢 大家看 as soon as表示意义 怎么怎么样就 十四科学的 那这里as soon as 意义怎么怎么样就 引出的是时间状语重句 那需不需要改变时态呢 不需要 因为她这里 说的是过去的事 不用改变 咱不说了吗 那两种状语重句 表示将来的时候 才需要改变成 一般现在是 这里表示过去 就正常用 不用变 对吧 好了 我一出去 然后就把她都忘了 因为我的妻子冲向了我 然后呢 我的妻子就问了 Where have you been hiding she asked impatiently 她非常不耐法地问 你哪去了 是吧 have been hiding 这个是我们在52课 53课讲过的 现在完成进行时 表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之前做的某事 而且强调一直持续进行 因为她觉得你藏了很久吧 是吧 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 所以用现在的进行时 你之前躲哪去了 Your sister will be here in less than never 你的这个sister 将会到这 是吧 再怎么样呢 再少于一个小时 是吧 在这个不到一个小时 时间就到这了 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她将会到这 用的是will be 我再讲一遍啊 我已经讲到第三遍了 很多人都不了解 说老师我特别怕看到 什么will be啊 must be啊 这些be都哪来的呢 注意 这个句子呢 原本应该是说 你的这个姐妹在这 可以说Your sister is here is here 这只是现在在这 对吧 那如果说她将要在这呢 你得把这个is here is变成将来时 那变将来时怎么变呢 得用will加动词原形 所以这个is变过去变回原形 就变成了will be 就这么来的 大家明白的意思吧 好 所以呢 这里就是will be 表示将来 will加动词原形 它将会是在这 在一个小时 在这个不到半个小时时间 是吧 在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less than never and we must be at the station 那我不用解释了吧 为什么must be 本来是we are at the station the must 请看动词后面 得用原形啊 所以变成了must be 对吧 我们必须得在车站 去干嘛呢 去看她去接她 we're late already 我们已经完了 赶快吧 as she walked away I followed her out of the fair 这个什么的 她这个走着 是吧 当她走开的时候 as表当什么时候 当她走开的时候 我就跟着她 一起说这个集市 整篇文章就结束了 好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本篇文章非常的简单和愉快 为什么呢 因为本篇文章当中 就是讲了一下 之前我们学过的 各种各样的 表示将来的时态 其实我时间给大家预告过 还记得吗 想一想 一共几种吧 好 我在这里先办个关子 我们在这拓展环节当中 给大家进行总结 好了 感谢大家耐心聆听 我们在这拓展 各种表示将来的时态 之前呢 是散落在课评文章当中 我们讲的 所以我们在这给大家 集中的几年复习 同时呢 在复习当中呢 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我们是在第几课当中讲的 这样方便大家回头去定位 如果有什么想不起来的呢 可以再去其他的课文当中 回顾一下 好 邻居Charles Allison 有一个小船叫Topsill 他即将要航行出海 去参加一个比赛 是吧 那在这里呢 表示现在的将来 将要去做的事 就可以用这个一般将来史 有个老师 你干嘛要强调现在的将来呀 因为还有一种叫过去的将来 过去将来史 对吧 所以咱们得强调一下 所以在这里呢 一般将来史可以表示将来 那关于一般将来史表示将来呢 大家要记住两个要点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 一般将来史指的是现在的将来 第二个呢 就是一般将来史表示的是 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 没说一定会发生 这个大家需要记住这两点就可以了 好 那接着看这两种形式 一个是will do 一个是emies are going to do 他们俩呢 通常可以互换 区别不大 所以大家用哪个都行 但是呢 如果大家现在处于中高考阶段 大家呢 一般会发现在中高考考语法 考的比较纠结 是吧 考的比较变态 这个除了中高考阶段之外 大家生活当中就不需要取决他们俩 但如果在中高考题当中 尤其在中考题当中 大家需要知道他们有区别 区别在于哪呢 就是emies are going to do 你看人家长得长吗 是不是 他通常表示 事先有计划打算的 或者是事先有预兆的 那个用它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呢 天开始打雷呢 闪电呢 乌云呢 说将要下雨了 这是有预兆的吧 事先有预兆的 你就可以用 it is going to rain 好了 再比如说 我经过了两年的这个准备 我将要出国去学习 这个事先有计划打算 有准备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I am going to study abroad 所以这个强调的是 事先有计划打算 事先有预兆 而这个will do呢 他通常表示临时决定 或者是表示 愿意做谋事 强调意愿 这个时候会用它 所以他们俩之间 是有小区别的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大家已经超越了 中高考这个阶段 就不用纠结他们俩区别了 知道他们俩可以互换 都表示将来就行了 好了 那说回来 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二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的 一般将来时表示将来 好 那接着往下说 它呢 是有可能发生的将来 那有没有确定 要发生的将来呢 有 比如说 我们在第二课当中 讲过的这个 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 第二课呢 讲我在礼拜天的时候 喜欢在床上赖床 是吧 到了中午的时候 还没起床呢 然后这个时候 我的姑姑来给我打电话 她说什么呢 I'm coming to see you I'm coming to see you 在这里呢 就是表示我将要来看你 所以现在进行时 可以表示确定 要发生的将来 好 还有什么呢 除了第二课当中 讲过的这个之外 还有第十三课当中 讲这个略铃当孩 来开演唱会 是吧 那课当中呢 讲的是将来进行时 可以表示将来 而且是确定的将来 好 那话说回来 论同学说老师 这个现在进行时 也表示确定的将来 将来进行时 也表示确定将来 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吗 注意 他们俩其实都可以 表示确定的将来 一般基本上呢 大家不需要区别 你用哪个都行 意思都一样 但是如果大家 非想要纠结于区别的话呢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他们俩的由来 为什么能表示确定将来 道理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哪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进行时 现在进行时 表示将来的时候呢 它通常会搭配一些 这个表示移动的动作的动词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说来 去 对吧 到达 离开 这种有这个 这个位置变化的这种动作 经常会接上 现在进行时 表示将来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就以课文 当这个例子为例 说I'm coming to see you I'm coming 它本身的形式是 I am coming 现在进行时 表示我现在正在来 那我问大家 我现在正在来 我是不是还在路上呢 到了吗 没有 所以由于我正在来的路上 因此一一过来 不就是我将要来吗 对不对 所以由于 它经常会搭配一些 移动的动词 在这个位置移动的过程当中 还没到呢 因此可以翻译成 将要确定发生的将来 而你想啊 人都已经走在路上 是不是肯定会来呀 所以原因就在这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现在进行时 表示将来 通常会搭配一些 这种来去的 位置移动的动词 因此正在这个路上 就说明肯定要来 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 来表示确定发生的将来 那再看这个将来进行时呢 将来进行时 它本身的含义 是表示将来某时正在进行 那既然表示将来 那个时候要正在进行 那是不是说明 肯定会发生啊 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 来表示将来确定要发生 所以呢 大家注意 虽然他们俩的 这个由来是不一样的 但是结论是 他们俩都可以表示 确定要发生的将来 所以走过来看 大家会发现 第一个是表示 有可能发生的将来 而这个现在进行时 和将来进行时呢 都表示确定要发生的将来 对吧 那接着往下说 第三个 第四个 还有什么呢 一般现在时可以表示将来 这个一般现在时表示将来呢 我要给大家讲两种用法 是大家都能用到的 也都能考到的 那咱们先说最重要的一种 最重要的一种是什么呢 注意 刚才在课文当中讲过了 就是两种状语从具 想表示将来 必须要改变时态 哪两种状语从具呢 分别是我们在第16课当中 讲交通法管单 那课当中讲过的 条件状语从具 还有第36课当中 讲Debbie 游泳横都英基利海峡 那课当中讲的 时间状语从具 所以注意 16课当中 条件状语从具 36课当中 时间状语从具 总而言之就是 只有这两种状语从具 想表示将来 不能用将来时 必须要换成一般现在时 这个是考试常考的 而且也是大家写作当中 常错的 一定要注意到啊 只有这两种状语从具 需要用一般现在时 来表示将来 这是第一种 它在考试当中 非常常考的用法 好了 那还有第二种用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现在时 它也可以表示 确定要发生的将来 但是呢 它跟之前这两种确定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 一般现在时 表示确定要发生的将来 它通常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已经定好的时间表 计划表 只要有了这个 确定的时间表 计划表 表示将来的事 就可以用一般现在时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想想什么呢 火车到达 我说火车将会在八点钟的时候到 那火车到达 它是有列车时刻表的 对吧 所以按照这个计划表 时间表 它是确定会来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般现在时 可以说 The train arrives at 8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at 8 o'clock 在这里 一般现在时 表示确定的将来 有时间表了 好了 所以呢 各位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 简单来说 一般将来时 可以表示将来 有可能发生的将来 而后面这三种 现在进行时 将来进行时 和一般现在时 都可以表示确定 要发生的将来 但是他们仨 有一点小区别 区别在什么呢 就是这个通常接的是 来去到达离开 这种动作去向性的动词 而这个将来进行时呢 什么动词都行 主要是表示将来 那个时候正在做 那就说明肯定会发生的将来 这个一般现在时呢 如果要是表示确定的将来 就得有固定的时间表 计划表 对吧 当然 它还有一种用法 就是可以不表示确定的将来 它可以用在 状语从序当中 这两种状语从序 是吧 表示将来 好了 以上呢 就给大家讲过了 这四种事态都表示将来 其实说句实在话 大家在生活当中使用 或者是考试当中使用 你想表示将来 这四种都行 大家可以不用纠结于具体的区别 只要你在文章当中看到了 你知道它都表示将来 就行了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 那再多说一嘴 除了这四种事态 可以表示将来之外呢 我们在之前的36个 还有在本篇课文当中都见到了 就是还有词组 可以表示将来 比如说你像什么呢 intent to do 打算做某事 再比如说计划做某事 plan to do 是吧 像这种 能够在意思上 表示将来的词组 即使不用将来时 它也能表示将来的含义 好了 这个大家简单了解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耐心聆听 大家会发现 优语就是这样子的 不断地学习在整理 不断地学习在书里 能够帮助大家学得更好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耐心聆听 以上呢 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我们稍后留识一个见